各位阁下 大使们 贵宾们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 感谢彭皇卫视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会集各方贤达 主办本次重要的讨论 下周 世界各国领导人将齐聚埃及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7届地约方大会 我们本次这个论坛召开的时间也是非常关键 它提供了一个空间让我们来感思这一社会将要考虑的迫切需求和机会 我们的气候和环境正在发生 令人震惊的变化 这一世界愈发重大而紧迫 变化来得比预想更早 也比预想来得更快 女士们先生们 白斯坦的毁灭性洪水 美国的预风 以及中国大面积高温干旱 只是过去年震害我们世界的无数极端天气事件中的几个悲惨例子 人类虐待自然母亲 现在我们目睹自然母亲 正经的一面 气候变化并不是潜伏在拐角 四季而动 它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 重创数十亿人 留下死亡 痛苦和贫困 上周 在COP27到来之际 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报告 评估了各国迄今为止减排承诺的进展 结果令人深感关切 绝大多数国家未能履行其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在193个国家中 只有26个国家同意 今年加强气候行动 并制定更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这些已经采取行动的国家当中 多数并非排放大国 这是不可接受的 从减排承诺到最 将对地球和人类的未来造成致命打击 导致我们走向更多的气候变化 更多的洪水 更多的火灾 更多的饥饿 更多的疾病 更多的被迫迁徙 和更多的冲突 人类别无选择 只能奋起迎接此刻的挑战 为此我们需要重振 合作和领导力 我们需要在多边主义当中探寻力量和解决之道 我们必须重燃旧的伙伴关系 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把重点放在促进团结 而非导致分裂的议题之上 成员国下周齐聚靠27时 必须重新换发 团结精神 进行共同履行巴黎协定的真正承诺 当然 这也意味着 各国必须带着资金坐上 谈判说 财力和投资 对于减少排放 支持是 务力 运行 至关重要 根据巴黎协定 工业后国家同意 每年向发展中国家 转移1000亿美元的气候基金 我们需要这些钱 我们需要这些国家把钱量给我们 布雷顿虽然体系必须改革 而且急待改革 我们需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调整经营方式 以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投资的收益将远超过前期成本 除了重振 多边主义 和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我们还需要具有远见诸实的领导层 指引方向 造势 推动 特别是现在 当我们面临能源和燃料价的飙升 而国家在冲突 频发 以及地区失稳的情况下 努力保工的时候 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 避免增加对化石燃料的长期依赖 坚强的领导者会明白 在解决 迫在媒体的能源需求之时 我们还必须制定保障措施 确保紧急行动是暂时的 不会危及我们实现净零排放的道路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中美两国重新担负起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同领导作用 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异常上 举足轻重 责任远远超过了其国家选民的范围 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直接影响 两国可以而且应该采取 各自采取重大的气候行动 共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 两国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强大的制造能力 可以推动关键技术的开发 和向可再生能源的快速转型 共同努力将比单打独斗成果更大 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联谊效益 同样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影响力 将促使其他国家加强气候行动与合作 觉得各国筹备参加靠20期 联合国民书长安诺妙古特雷斯先生指出 未来的工作 将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气候影响一样巨大 并补充说 现在是发达国家和新型经济体之间 改变游戏规则的量子及妥协的时候了 女士们先生们 时步我代 不被奋发 谢谢大家